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一個很簡單的練習 我會放在這裡就代表他一定要用旋轉來做 我們先看這一個 這個的話 其實你要先把 這個紫紅色的三角形做出來 你如果把它做出來了 就剩下就有辦法做出來 那這個紫紅色三角形 他比較特別的是他給你兩邊 37跟78夾角90度 可是沒跟你斜邊長 也沒跟你這邊幾度 也沒跟你這邊幾度 所以就很麻煩了 不知道怎麼畫 但是你不要管他 因為你只要知道他是直角三角形 然後兩邊是37配78 所以你就想一下 如果他沒有被轉過來 如果他是正的話 應該是類似這樣 向上37 向右78 C close 是不是很快可以畫出這個三角形 因為這裡是不是就是直角 那這兩個三角形是指插在 他要以這裡為基準點被轉下來而已 被轉下來 但是是不是沒有跟你講要轉幾度 但是我是不知道斜邊要轉到0度 所以就把它轉下來 東西選起來 R 喔 點基準點 不知道幾度 所以打R 參考 再點一次基準點 點原來的角度點 點心的角度點 心的角度是在0度 這樣就被轉下來 所以這個紫紅色三角形 你先畫正 再把斜邊轉下來 接下來就很容易了 接下來就非常非常容易 然後 那我們先看這邊 假設我現在畫這一個 這一個的 這條線的這個點 他跟你講 從這邊過去34 從這邊過去34 最簡單是不是在這裡畫一個34的圓 就好了 那他有跟你講 再從這邊過去一個28 這個28怎麼辦 是Obset28就好了 所以Obset28 選物件選側來 是不是就找到它 這個點是不是同時滿足 這裡過去28 跟這裡過來34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這條線 畫過來 然後輔助物件用完 就刪了 不要留在螢幕上 能畫的話 這裡有一條垂直線 多長 不知道 隨便 先畫上去 再說 然後這條垂直線的 這個結束點的地方 又給你一個很奇怪的 尺寸 從這個頂點算過來 要105 所以怎麼辦可以找到105 畫圓最快 畫一個圓 從這裡找到105 來是不是又找到這邊了 所以TR修剪一下 以它為邊界 把這個修掉 輔助物件用完就刪掉 來 剩下這個不就很容易了嗎 因為有給你起點 有給你終點 有給你半徑 是直接畫虎就好 所以ARC 起點 1 終點在這邊 然後打R 半徑25 是不是 這就畫出來 所以這一題 重點只是這個紫紅色 你先畫垂直 再把斜邊轉下來 這個技巧會了 這個就會了 這個就會了 來你看這裡跟這裡 不就又是這樣嗎 它給你90度 給你兩邊 對不對 給你90度兩邊 所以我們先把90度兩邊畫出來 向上55 向右 我是打55嗎 對55 然後向右 65 所以我可以滿足90度 55 65 角度不對 沒關係 我們先把另外這兩邊畫出來 另外這兩邊 一個是85 一個是25 我怎麼樣找到這個點 怎麼樣從這裡找85 又從這裡找25出來 我畫兩個圓啊 一個圓85 是不是從這邊到這邊全部都85 再畫一個圓25 這要小心喔 小心喔 是從這裡 不是從這裡 因為它兩個太接近喔 我們要從這裡找25出來 來 師傅找到了 同時滿足85跟25在這裡 所以我畫一條線 這裡到這裡 是不是就是85 然後到這裡要小心 是到這裡喔 25 輔助物件用完就刪掉 所以這個形狀已經出來 這個形狀都是55 65 55 65 90度 85跟25 只是角度不對對不對 因為我要把它轉下來 因為我要把它轉下來 是這一邊要轉到0就好了 所以全部選起來 R O 基準點 要把它這樣子 轉下來 轉到0度 打R參考 再點一次基準點 點原來的角度點 點心的角度點 轉下來 就是它 那剩下也是一樣 90度 兩條邊 所以 畫線 向上48 向右 43 然後呢 這裡有個27 這邊有個27 畫一個圓 27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是 65 所以畫一個圓 65 65 然後找到這條邊 這條邊在這裡 65這條我就不用畫了 因為65這條 是不是轉下來 就跟它共變了 所以我就不用畫 我畫這三條就好 然後一樣旋轉 以這裡為基準點 對不對 然後打R參考 再點一次基準點 點原來的角度點 點心的角度點 是不是被轉下來 所以 同理囉 下一個 向上35 向右 23 然後再畫一個圓 是15 然後再畫一個圓 左邊是43 然後畫一條線 從這裡到這裡 輔助金融就刪掉 然後把它轉下來 RO 點基準點 轉下來就好了 好 然後打R參考 從這裡到這裡 轉到這裡 這樣 那最後這裡 是兩個 一個是30 一個是25 是畫兩個圓 就好了 畫一個圓 30 再畫一個圓 25 是不是就找到了 同時滿足 這邊是30 這邊是25 輔助物件用完就 刪掉 所以 這兩體 都是用旋轉的 用旋轉參考 好 來 試一下 有一個圓 兩家 轉動 凍馬